走進茶行 客人眼中的目標不是茶葉 而是這一欄 一顆顆被刨刨雞蛋 在缺蛋巢下好珍貴 業者看準蛋黃祭出行銷站 消費滿百送一顆蛋 有客人一口氣砸一萬五千元買茶葉 免費報回一百八十五顆雞蛋 本身就有茶園茶廠 那茶園也有養放三雞 那平常這個都是當做 我們買茶葉的客戶 幫他做辦手禮的 那現在因為蛋黃的關係 我們就是那乾脆讓消費 一般的消費者只要有跟我們消費的 短短三天老闆大手臂送出 兩千四百顆蛋 帶動業績暴增五成 只是這邊豪氣送蛋 另一頭卻是一蛋難求 超商電鍋空蕩蕩叫不到蛋 當然也沒茶葉蛋能賣 民眾直呼撲空頻率越來越高 超商兩大龍頭統一回應 商品持續販售 要依各門市實際狀況為主 全家坦言雞蛋需求增加 缺蛋問題沒解決 確實容易撲空 美聯社也說各地狀況都不同 強調沒停賣茶葉蛋 一旦難求也難怪網路上 不少人拿雞蛋來炫富 搶到三大核彈 趕快拍照 說自己成了雞蛋富翁 也有人售出自家冰箱 幾十顆蛋塞滿滿 缺蛋朝下 雞蛋儼然成為最夯奢侈品 靜新聞許帥 詩佑偉採訪不到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